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白财汇营 新的一年开始了 首先祝大家2021年都能够健康平安 并且心想事成 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圆满实现 然后每年在年初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制定一些目标啊 愿景啊 比如说我每年都会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愿望 就是人瘦点 然后钱包鼓点 结果呢 到了年底总是会发现说又弄反了 人鼓了 钱包又瘦了 根源呢还是在于自己的努力不够 或者说是意志力不够 那没有坚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所以呢提高这个意志力啊 是保证实现目标的第一步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掰一掰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 说这个意志力啊 也可以叫自控力 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呢 其实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那无论是学生的学习啊 还是上班族的业绩啊 还是家庭主妇的自我管理 都是需要靠着意志力去对抗各种诱惑 那有一句话呢是说 天赋是上帝给的 然后自律呢 决定权却在自己的手里 我呢就是看了好多这方面的书 然后看到很多牛人呀 都是超 有着这个超强的自控力 然后比如说像乔布斯啊 他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 然后九点钟之前呢 就把一天的工作就全都干完了 然后乔包中也曾经说过 说这个自由啊 从何而来呀 是从自信而来 然后自信从何而来呢 是从自律而来 然后还有什么李嘉诚啊 朗朗啊 马云啊 反正就是各行各业的 然后许多大咖呢 就是在意志力方面呢 都是很角色 可是无论看了多少成功的这种先例 回头看看自己 还是三分钟热血 比如说想减肥 想跑步 然后想远离这个拖延 可是最后这些目标都成了过眼云烟 然后年复一年 烟消云散 其实道理吧 也都明白 就是哎呀 现在不努力 将来就会费力 可是呢 努力这件事本身就很难 然后每次听完明人励志的这个故事 都是热血沸腾 激情澎湃 可就是没有长性啊 而且呢 还有各种理由 比如说今天工作太累了 然后就没有精力锻炼了 然后今天陪孩子学习太晚了 然后自己就没有时间读书了 然后就是类似的情况吧 不胜美举 有时候自己吧 哎呀 也挺恨自己的 说怎么就坚持坚持就变成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了呢 然后为自己这种行为就特别烦恼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孩子 也有这方面的烦恼 正想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那么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本书 叫《自控力》 这个教材的作者呢 是凯利·麦格尼格尔教授 他是美国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 然后呢 他吸收了心理学 神经学 然后经济学等 等等学科的最新的这个洞见吧 就是为斯坦福大学继续教育项目呢 就开始了一门叫做 意志力科学的一个课程 然后参与过这门课程的人呢 都说说这个学习啊 能够改变一生 说在学习四周的课程之后呢 就有84%的学生就表示说 这些方法效果非常明显 然后另外16%的 我估计是本身意志力就特别强 所以呢 我觉得这本书说的方法呢 就特别实用 因为类似的这个书吧很多 但是这本书的实战价值是最强的 就是他没有列举一堆 就是已经成功的名人 然后劝您就向他们学习 然后抵抗住诱惑 忍住情绪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因为咋也不是忍者神归 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啊 所以说大部分人的意志力 其实就是挺薄弱的 然后自控呢 其实是一时的行为 失控和力不从心才是常态 所以说呢 我以前一直以为 自控力不足呢 只是一个心理问题 但是这本书读完之后 我就发现原来 自控力不足和生理学 也有一定的关联 那么既然和生理学有关联 它就会像练肌肉一样啊 它就有方法训练 那么这本书 就是给了我们这种操作性特别强 然后群细渐进的这种方法 去训练意志力 那我今天呢 就是不是和大家卖书 我是把它简化和整理出来 做了一个小的系列 然后今天呢 就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分享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呢 您能够省去阅读的时间 然后非常轻松的 就得到实用的方法 然后从中受益 成为一个自律的达人 看到更好的自己 那么意志力到底是什么呢 它到底是受什么控制呢 他凯利啊就提出一个概念 说意志力啊不是品德 它是控制欲望 注意力 情绪的一种能力 那每天呢 人都会在和两个自我的对抗中生存 一个是自控的自我 一个是冲动的自我 那么就是就每天身体里都有个两个小人 在掐掐 就形象一点说吧 说意志力的就像是三根绳子 然后呢 一个是我不要的力量 一个是我要做的力量 一个是我想要的力量 那有的人意志力呢就很强 说要减肥就能管住嘴 脉开腿 然后说要看书 就能把游戏给关上 然后手机一放 其实我就特别羡慕这样的人 也就是特别想象他们那样控制自己 可是却发现呢 其实意志力并不是受主观意识的这种控制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 可以看看意志力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受什么控制 说在很久以前呀 有一个叫铁路工人 他叫盖琪 然后工友们呢 都特别尊重他 因为他脾气特别好 而且特别和善 然后周围的人呢 也都认为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 甚至大家说 说他有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和体克 但是呢 一天下午在施工现场呢 就发生了一个事故 说一根钢筋呢 就插进了盖琪的头骨 当时呢 他的一根头骨就掉了下来 万幸的是呢 在医生的抢救下呢 他活了下来 然后呢 受伤的这个头骨啊 进行了修复 而且呢 各方面的身体技能都恢复的特别好 但是呢 不久之后 大家就发现 盖琪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是以前他不爱发脾气 然后性格也特别温和 但是现在呢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然后以前呢 他特别有耐心 然后现在呢 只要有人和他意见不一样 他就会失去耐心 然后为什么说 以前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现在一点脾气都控制不住 为什么他的意志力 就会凭空就消失了呢 然后您可能也猜到了原因 就是和那次事故 伤到了他的大脑有关 然后那次事故呢 盖琪的大脑就有一个 其余就受伤了 所以说导致这个盖琪的意志力 就突然就减弱了 所以从这个真实的事情呢 我们就知道 意志力并不是某个人的 个人特征 也不是一种美德 更不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一种力量 甚至呢 他都不受您的这个主观意志 去控制 您看故事中这个盖琪 因为大脑受伤了 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意志力了 所以说盖 那个凯利教授呢 他就发现 说人的意志力呢 其实是靠大脑中的一个区域控制的 这个区域呢 就叫做前额皮质 就是这个地方 前额皮质 然后盖琪受伤的地方呢 就是这儿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正常人 就是大脑没毛病 然后那这个人的意志力呢 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 那么意志力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凯利就发现说 这个大脑控制意志力的区域呢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管理这个三种力量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绳子 就是一个是我要做 然后我不要和我想要 那我不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做那些简单的事 然后选择那些更困难的事 就是克制人的冲动 比如说A同学正在上课的时候 有调皮的B同学打扰 然后A同学抵抗住 打扰继续听老师讲课 就是我不要这个区域再起作用 然后我要做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帮助人们做一些枯燥 有困难有压力的工作 比如说我正在跑步做练 然后呢我想停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要做的这个区域呢 就会让我继续跑步 然后那个第三个区域呢 就是我想要 就是这个呢 它就会记录你的目标和欲望 决定您要做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然后这个区域的细胞呢 活动的越强烈 那么前两个区域呢 也就是您采取行动 和拒绝诱惑的能力呢 就越强 那么这三个区域呢 就像三根绳子一样 控制着我们的行为 控制着就是我们这个自己 那您说不对呀 这和现实完全不一样啊 因为我的大脑这么强 能够让我们做一些困难的事 然后拒绝诱惑 那我早就成功了 实现我所有的目标了 那现实的情况是 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想剁手 想吃甜品 然后想熬夜 想打游戏 想看朋友圈 想发脾气 那难道是我的大脑 和别人特殊吗 凯利就说了 说不是的 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啊 除了前额皮脂呢 还有另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的冲动系统 它呢就老是让我们耳边 想起李佳琦的那个诱惑 就是卖它 卖它 然后或者是吃这个吃那个 然后在自控系统和冲动系统的 自我博弈中呢 如果自控系统占了上风 那你就能忍住没吃甜食 就忍住了 不把事情拖到明天 如果冲动系统占了上风呢 那你就会放纵自己 所以说我们会感觉到 有时候就是能够抵挡住诱惑 而有时候呢就失控了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意志力是什么呢 自控力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呢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大脑的这个构造 对我们的自控系统呢 做一些训练 来提升自己的意志力 就像训练我们的肌肉 就是是一样的效果 那以前人们都会认为说 脑容量是固定的 就是说是很难改变 然后最大的变化呢 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 就年龄这个衰老啊 就变得就迟缓了 那其实科学家们发现 大脑的求职欲是很强的 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 如果你每天花25分钟的时间 做一些记忆力训练 那您的记忆力呢 就会提高 那您看国内有一个节目 叫最强大脑 里边就有很多记忆力的高手 其实很多人 他们不是天生记忆力 就比普通人高那么多 都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才提高的 那既然我们知道 意志力也是受大脑的控制 那我们的意志力 当然也可以像记忆力一样 通过训练来提高 有一个很简单的训练方法 我们可以试着练一下 就是我们不是已经知道 意志力就是那三条绳子了吗 就是我要做 我不要和我想要吗 那我们就可以分别针对 这三部分做练习 比如说 您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说先训练第一根绳子 我不要 您就是想吃零食 想吃薯条啦 想吃汉堡啦 您就把这些东西 放在跑步机旁边 然后您想想 吃完这些零食 可能得需要跑个万里长征 才能消耗的这些热量 然后您呢 还可以就是在冰箱门上 添上您最喜欢的 这个男神和女神的照片 想一想 吃完 您就会距离 这些男神女神更遥远了 然后您也可以 把自己这个漂亮衣服呢 就放在零食的旁边 然后想一想 吃完了就得和他们 彻底拜拜了 然后多练习几次呢 大脑中这个 控制我不要的这个区域 就会越来越发达 然后慢慢慢慢的 然后抵抗 就是抵抗各种诱惑的 这个能力呢 就越来越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系列第三个绳子 就是我要做 你可以每天要求 自己做20个俯卧撑 也可以缩小一些目标 是20个太多了 就是太累了 那你就每天做5个 或者做1个 然后呢 再增加1个5个 然后发现并不痛苦 那就做10个 然后15个20个 这样呢 就不容易放弃 然后每天呢 要求自己 今天的工作都必须完成 然后当您的 我不要和我要做 系列的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 我想要 也就是关于目标的 这个意志力呢 它就自然而然的 就提升了 所以呢 此外呢 系列意志力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也更没有任何痛苦的 这种锻炼方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冥想 这个凯利说 这个冥想的效果呢 其实是 事倍功半 就是科学家们发现呀 说经过三个小时的 这个冥想的练习呢 人的注意力和自控力 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然后练习一个小时呢 您就能观察到 大脑的这个变化 尤其是刚开始 学会冥想的人 变化就特别明显 人大脑里边 就是控制注意力 排除干扰 控制冲动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 这个神经用源 那就意味着 您的自控力就增强了呀 那怎么能冥想呢 就是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呢 首先你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坐着 就是您可以盘腿坐着 也可以就直接 就坐在凳子上 然后呢 脚呢就放在地上 然后手呢 就放在自己这个膝盖上 然后冥想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烦躁 如果您想这个 说脑痒痒或者什么呢 您可以调整一下胳膊 或者腿的位置 然后呢 看是不是还要 试着控制一下 然后慢慢的 就能控制这个 身体的冲动了 然后第二步呢 就把注意力呢 已经做好了嘛 就放在呼吸上 您可以像学瑜伽一样呢 就默念呼吸 然后有的人呢 说我怕我睡着了呀 那您就可以睁开眼睛看 您可以看一面白墙 其实冥想不一定 就非要闭上眼睛 然后呢 第三步呢 就是您就不再念这个 默念这个呼和吸了 您就继续把注意力 放在这个呼吸上 就是注意力放在这儿 但你心里不默念了 那可能过一会儿啊 您就觉得 哎 怎么走神了呀 这个时候呢 您就试着再默念呼和吸 看看能不能再重新 把注意力再集中回来 一开始呢 时间不用太长 就五分钟就够了 然后习惯以后呢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增加时间 您别看冥想这个 很简单很舒服的 这个训练方法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很难做到 就我有这几天呢 也是天天在家练习 一开始呢 就是无论如何 我都控制不了精神 然后脑子里 就是总是在想说 其他的事情 就一会儿想说 哎呀 今天晚上 你做些什么呀 然后一会儿想起 孩子今天这个课 就有没有上的好呀 然后有会儿又想说 哎呀 明天的这个文案 还没有写呀 反正就是很难 让这个头脑静下来 那凯利教授就说了 说很多一开始 学习冥想的人呢 都会这么认为 但是呢 其实冥想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 训练才有效果 因为冥想的目的 就是本来就是 要集中这个 训练注意力 那如果您的注意力 已经很集中了 不容易分神了 那您就不需要 训练了呀 所以说 千万不要担心说 哎呀 我不能集中 注意力 或者说那个 容易分神 这样就不会有 好的效果 是在浪费时间 那么您就放心 就坚持就好 同时呢 您再观察观察 练习冥想以后 平时的这个习惯呀 行为习惯呀 有没有发生一些 细微的改变 那您做选择的这个时间呢 有没有和以往 就不太一样 反正我让我儿子 坚持练习冥想 每天坚持五分钟 后来他就跟我说 说虽然冥想的时候 还是容易分神 但是我发现 学习的时候 注意力真的就提高了 然后呢 能够更专注的完成 想要完成的目标了 那冥想的时候呢 您把注意力 放在呼吸上 目标呢 就是专注于呼吸 所以冥想 对于您专注目标 不受其他事情干扰 很有帮助 大家呢 可以试着练习一下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明天呢 我会把这本书 剩下的内容呢 进行分享 包括如何突破 注意力的极限呀 如何避免 进一小步 退一大步 如何抵抗眼前的诱惑 如何通过身边人 来提升意志力 希望呢 这些内容 内容呢 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